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是来自吉打州的新闻 话说这个吉打州的华人大会堂 他今天上报纸 他就说他要投诉 他寄了他这个会员大会的信 给他吉打州华人大会堂的会员 然后寄出去了十多天 超过两个礼拜了 那个信都还没有到这个会员的家 本来是要召开开会的信 14天前要发出这个信 结果开会的日子都过掉了 这个信还没有到家 他说很夸张 他是从吉打州的首府阿罗斯塔寄出去了 他讲有些连阿罗斯塔区里面的人都还没有拿到 他更莫说是在州其他地方 ok so这个吉打州的华人大会堂就很生气了 就登报纸 他就骂这个马来西亚邮政公司 为什么你们效率可以怎么满 ok so老实说了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了 我就嘴巴很痒了要吐槽几句了 为什么 因为最近罢了 我又收到税务局的情署了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收到税务局的这个情署了 以前我在公务员的时候 我收到这个税务局的情署 我就上去office的时候 我交文件的时候我就问 我是公务员 为什么我会收到情署了 然后那时候那个职员就告诉我 我们这个是用电脑选的只能够说你幸运咯 ok 然后 这一次 这一次我又是交文件过去了 然后我就问他 为什么 一次是我了 他就说 你有gram那些扣税的什么 就是 买书啊 买电脑啊 那些我想有咯 有就是了咯 然后你有扣这些东西啊 就是我们一定会跟你讨资料的 ok 哦 我终于知道了 这样看后明天要不要扣了 ok 不过不要紧了 反正我一路来我都有收着这些文件 我也不怕你来信 ok so 讲其他东西了 我就讲这个税务局的信了 ok 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一打开来看 我看到 他的信 发信的日期呢 好像是11号 我记得是11号 哪一个月我忘记了 11号 然后呢他信里面写 啊 在这一个发信日期开始算起 14天之内 啊你要把这些相关文件交代来 交到来我们新山的这个税务局office 我看一下今天什么日期 今天25号 啊 14天的期限 然后呢 我今天第14天我才收到这封信 然后你说我在14天之内 我一定要交这个文件给你 我想什么情况啊 我今天才收到你的信 然后今天就是截止日期啊 哇你当我超人 啊 ok 所以我没有管他了 我已经是用最快的速度了 大概是一两天后了 我在我没有做工天我才可以去 我就去交给他了 然后我一去交给他 啊 我就去那个柜台敲桌子 我讲 哎老兄什么情况啊 你们寄信给我 讲发信日期的这个14天之内 啊 我要去交文件给你 我讲我收到信的时候都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什么情况啊 这样的话你是要商办我吗 然后那个柜台人员呢 就好生好气跟我讲 哎不用生气不用生气啊 很正常的 这个日期呢 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罢了 不用太认真的 这种事情是很很正常的啦 ok 啊 所以我原来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日期呢 只是一个参考作用 ok so 基本上我这个case 跟这个吉打华人大卫党case 差不多是一样了 有时候啊 这些日期啊 一看到都很讨笑啦 就是啊 你限我14天之内啊 还要交文件 但是我收到信的时候 已经是第14天了 我这个case还好 因为 税务局那边都说 只是参考用途罢了 不是 不需要非常的当真的那种 但是如果是华人大会堂那种 啊 教你两个礼拜后来开会 结果两个礼拜后 那个信还没有到家 你怎样去开会呢 这个就比较够利点 ok 好了 所以说到底啦 这个问题呢 还是这个邮政公司的问题 ok 马来西亚的邮政公司呢 可以说是一个 我不知道要说他是神话 还是笑话啦 ok 他可以是笑话 也是可以是神话啦 啊 之所以是笑话呢 他的这些工作效率 就已经是笑话了 然后之所以是一个神话呢 就是呢 啊 天时地利人和 都给完他了 啊 垄断钱也给完他了 但是他还可以每年亏钱的 你说他是不是神 啊 所以我说他是神话了 ok 都不知道要怎样去救这一家企业啦 ok 然后 关于这个效率的问题啦 啊 像现在这个吉他州 华人大会堂 他就点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效率 从阿洛斯塔出发的信 连阿洛斯塔 同一个城市里面的人 啊 两个礼拜之内没有收到那个信 啊 夸张不夸张一点 同一个区的 我更没说是隔壁县啊 如果是隔壁州的话 直接晕了啦 如果是要去到东马的话 不用等了啊 等你孩子都出生了 都未必到啊 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邮政公司 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 啊 我觉得啦 这个邮政公司啦 哈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可以提升 你公司里面的效率啦 但是呢 你应该啦 啊 要啊 有个guidline出来 这个guidline呢 就是呢 你必须要强硬的规定 啊 同一个区 啊 就是同一个postcode 里面 的信 多少天之内一定要到 啊 然后 同一个县 之内的信 多少天之内要到啊 可能比较多一点天啊 同一个州之内 啊 多少天之内要到 再加多几天啊 啊 然后 啊 整个 北马 的信 多少天要到 或者是整个中马 多少天的信要到啊 整个南马 多少天的信要到 然后如果是 跨 北马 中马 南马的话 又多少天之内要到 然后如果是去东马的信 又是要多少天要到 全部清清楚楚写出来啊 如果 过了那个天 没有到的话 这个收信人或者是寄信人 有这个权利去跟这个邮政公司 讨 那个赔偿 啊 一试一试啦 一点点也好啦 ok 当做一个惩罚的机制 啊 我觉得是应该要这样来做的 应该要用这个方法来 逼这个邮政公司 啊 不然的话呢 同一个问题 50年后还是老样子 啊 给我们的邮政公司 整百年历史了吧 啊 50年后还是一样啊 哈哈 ok so 这只是我一个建议啦 就是呢 要设立一个机制 强硬的规定 啊 在 越靠近的范围呢 你 一定要多少天之内到 然后 越远呢 再加多几天 越远呢再加多几天 超过这个范围呢 那这个收信人 可以去跟这个邮政公司 啊 讨回这个赔偿 而且呢 这个讨回赔偿的这个机制呢 可以简单化 只需要拿着这封信 去到这个Post Office 然后 他有一个 啊 该来的啊 就是他这个信 本来应该几天到了 然后他现在迟了多少天 ok 我要赔你多少钱 直接拿cash 啊 ok 应该要用这样的 惩罚机制 啊 ok 现在呢 邮费呢 其实已经不便宜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记信了啦 然后我今天看了这个新闻 我才知道 哇 现在邮费也不便宜了 啊 他说他寄了三千多封信 用了六千多块 也就是说一封信 只是开会通知信 里面应该只是一张A4只罢了 要两块钱 啊 所以我不知道起到这么够力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了啊 啊 我小学的时候 记忆封这样的东西 不需要信封的啦 两毛 有信封的 三毛 啊 然后后来我比较大一点了 我最后的认知是起到六毛 然后六毛之后呢 我没有记忆了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用邮票了 ok so 我最后的记忆是停留在六毛 ok 然后我小时候 我曾经经历过两毛跟三毛了 我还很记得 蛮长的一段时间 两毛钱呢 就是 啊 那个 没有信封了 三毛钱就是 有信封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那个邮票 小时候每个人都有集邮嘛 但是现在小孩子 不知道什么是邮票了 哈 那个两毛钱的邮票 就是一个有邮中国了 然后那个三毛钱的邮票呢 就是有一个稻米的 然后旁边呢 就会有那个周的苏丹的头 ok 我这样讲那些 曾经集邮过的朋友 感觉回忆全部回来了 哈哈 ok啦 好 总而来说啦 我只是想建议一点 这个邮政公司呢 真的是应该 要做一个惩罚机制 来惩罚自己了 不然的话 同样的问题也没完没了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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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